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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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的你inee? 我欣賞我七輩的老官怎麼樣? 我欣賞我一個親被人售我的老官 雖然出生還是要像質素 但是小 Cara而且我份有名演 insulin 大大小小,例如长哥、深马思登、麦炳明、六哥、星哥、石燕子 这个奇才,你说一说 以前那些前辈,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这几位我也认识 例如如六哥来说 虽然他以武场见称 叫他牛一只 他的火力真的可以压到别人 又可以吓到别人 烧得着 他一出场,看他好像万碧惊心 但一到企定的虎道门亮相的时候 那双眼真的不是空光 那双眼是有威 威炎 就像大元帅 像皇帝 他在做什么 这是很难得的 现在来说 我觉得很多都是一个版本 一亮相 除了以笑面迎人 就是美好的 他不会说 我生意失败 我回来的时候面口又不同了 很少都有感情 那时候我们说有1号表情 2号表情 没有3号 1、2号就搞定 都成细的 就像圣哥那样来说 我佩服的是 他在做那套叫做《风火器诸侯》 那讲《煲翅》 是 他可以 唱完一轮主题曲 又打了大长北派 打完一长北派 又再唱一段一段曲 都不起索 不止不起索 他竟然好惹到 连汗都不多滴 汗都不多滴 嗯 真是厉害 我都去请问他 我说 聖哥 为什么你这么好 如果给我们 已经湿大了 洗澡 洗澡 他说 不是的 做戏 除了要 自由淡定之外 我们要劳火纯青 不是用死力去打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原来这样 食烟痴也是 食烟痴也是 食烟痴也是不用死力的 也是 敌我都没有 是啊 他真是好惹的 还有 他的结成很快 哇 这个 超级聪明 这个超级聪明 人仔一世世 我想他也不够八磅 真的 我相信都差不多 真的不够 他瘦骨鱗蚀 穿完西装 都是童装 很整齐 很整齐 我看他的时间 就是白色的西装 戴了一顶的线帽 和他手搭着一件 干拾 是啊 没错 那时候老官是有个牌场的 不是说是随便穿衣服的 装扮的 真的有一个风范 是的 真的 你也有 我没有 你出来有旧时候的风范 他们呢 譬如 阿石燕子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有时候 他在国内 教人骑马 是啊 哇 可不可以做了什么 好像 教骑马 养马 是啊 养马 他这么小的 他刚刚做骑士 他又做好骑士 是啊 他做好骑士 啊 听闻 是啊 他 因为他轻磅 嗯 真是骑士的身材 哈哈 一上马 就是一个英雄 真是 马上 即马上 马上 在骑马上 真是表现出他的身段 嗯 平时在戏台上 就是那个马 就是假的 哦 他的身手也很好 是的 他曾经教过我们 就是打过一两套 我出生的时候 是业余的 那么巧 他跟我的 契爷呢 那是牙医生来的 是好朋友 嗯 我初初 第一次 学做长剧的时候 那套戏 就因为 是星哥的 《雷鸣金鼓箭家声》 嗯 那《雷鸣金鼓箭家声》 嗯 有个三手牌 就很厉害的 他就去教我们 那他就陪了《雷鸣金鼓箭家》 那这几位 这几位还有 《雷鸣金鼓箭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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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鸣金鼓箭家声声》 《雷鸣金鼓箭家声声》 《雷鸣金鼓箭家声声声》 《雷鸣金鼓箭家声声声》 是啊,你看他當時事實的時候,好像是七、七、九、七、六、七、八年 你看他喝碗湯,雖然手掌了一個匙巾,但問題出台呢? 完全什麼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我們說發燒、感冒、或者甚至乎咳嗽 他一上台就沒有了 可能這個專注 我們氣行是這樣的,為什麼呢? 例如任何一份工作,如果你是上班的,你不舒服,你病,你可以請假 但是我們在舞台上的演員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都要捱到他的 尤其是我們粵劇這一行 我相信畫劇還可以 但我們粵劇真是沒有的 即場傷了也好,你也要捱到那一晚 有一次在歡樂今宵體驗到這件事 他呢就做釣魚狼,他有一首歌釣魚 那他就一邊唱一邊就做手 真是用一個魚勾下去那裡是假水來的 怎麼勾到呢? 勾到那個所謂FM FM就是那個場舞員 勾著的,嘩,很痛啊 他都可以淡淡定定做完成套 嘩,簡直呢,若無其事 雖然他很緊張,很害怕 但是呢,你看到這個老官呢 是鎮定的 投入嘛 懂得怎樣處理一個場面 這些是沒有的 這些是我們粵劇的前輩很多時候 都會有應變到所謂的急財 或者可以說是爆肚 但是都要應付到 是啊,那有一次又出名的 就是呢,當年呢 福樂今宵就賣一些叫做現場廣告 現場廣告呢,就一分鐘或者三十秒而已 那你呢,通常呢 那個FM呢,數著給你的 就是你... 打手了 即是說呢,你在這段時候呢 最後只有十秒鐘 九八就告訴你 那等你呢,就知道什麼時候收聲 剛剛好的 他又不會億人多秒 又不會笑一遍,想讓別人扣你錢的嘛 好啦,他呢,那個呢 我覺得,就在賣藍寶電視 那時候叫藍寶電視 現在好像沒有了這個牌子 那本來的藍寶電視呢 講說紅橙黃綠青藍子 最好就不知道藍寶什麼什麼 他呢,就忘了紅橙黃綠青藍子 他就說了紫綠藍紅色粉紅 但是那些人都笑到卡卡聲 到時候呢,他就說 哎,那就大家買藍寶了 那就算了 那麼呢 上高的導演呢 或者下面那些工人員呢 就大驚了 那為什麼呢 那裡幾萬元 人家詐盈可以付錢的 因為不跟稿嘛 那他自己都說,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回到後台說,不好意思 但是呢,翌日 那個買家呢 港股商 你一定要下次 要找波叔做啊 他這個字是最吸引人的 不要理他 等他自作,等他發揮 等他急 這樣呢,他長長的他都... 粉紅、藍、白、黑 任他說 任得他說 這樣呢,就反而那個效果出來 這個呢,很出名的 就賣藍寶電視 全行都認識的了 全行都知道的 是他可以的 你不要讓別人做啊 別人做不行的 當然啦,如果別人怕他就馬上收口 做不到他的效果 他這件事的效果好 第二呢,有一件事 記性又是不一定的 波叔的記性 真的呢 那時候還是六十多歲 還未到七十多 那麼,從來今宵排完戲 三點兩鐘就喝茶了 三點三碗茶 那麼我一定呢 就躲上去那個四樓呢 的餐廳呢 坐在那張台上 哦 為什麼呢 多鼓聽 是 他很多鼓的 以前那些前輩是很喜歡的 尤其是對我們的後輩更加 你說他傳授有很多 即興說起以前的事給你們聽 他就是傳授的 其實他告訴你 他知道我做編劇 寫稿 他叫我做齋主 他就拿了很多資料 很多時候即興說很多 他落選 羅雄泉 走浮的脆紋 古靈精怪的東西都有說 說完之後他不記得 你馬上抽下 未必再說回 是啊 那些舊戲的排場 他的故事都告訴我們 真是一個很好的長輩 是啊 我覺得他一個他一個四叔 即是黎前白那些 是的 真是 後無來者 很難有這樣的人 還有他們 教導後輩是很有心思的 我覺得他們好到怎麼說呢 不僅是在藝術上 他們的身為 是啊 身教 他們對後輩不會說好處 像是我在幾大 我就當堂有什麼臉口給你看 沒有的 他們真是個個都很 是啊 那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字眼 使我們學習很多東西 他說做人家最重要是有衣食 是 衣食 你聽過 我們這行更加 他特別是 強調衣食那兩個字 即是你有口齒 你做事有責任心 因為現在用現代話說 才有責任心 可以這樣說 再加上以前我們 口說就已經是 是啊 牙齒弄這樣 是啊 現在就不是 現在就 要這樣 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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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發誓 這樣就算是不用的 好了 今天很感謝 陳師傅 這麼說 這套戲大家可以多多捧場 1號 你欣賞一下 1號 2號 7點半 都是7點半 是 在高山劇場的新映 演藝廳 新映 我沒去過 是嗎 新的沒去過 那你一定要來 要的 我要來捧場 我那天都有事務做 都要 我會 一齊 10點多鐘都完結了 應該是 10點45分左右 差不多 我早走一點點 OK的 不要緊 多謝 最緊要大家捧場 好 謝謝 謝謝